这里是自说自话的掌柜 掌柜和大家一起读蒙古秘史 今天咱们讲第29回 克列布的封城之人生第一站 本节目由西云果蔬粉赞助播出 为了健康 大家跟着掌柜 咱们一起走北京 蒙古秘史当然要向着铁木真说 蒙古秘史当中的一个说法就是 铁木真眼中有火 脸上有光 所以他的光芒在哪儿 蒙古人都能看到 很多人因此忌惮他 所以铁木真从小就受到草原人的关注 蒙古人就是这么给我们讲的 为什么铁木真少年有那么多的苦难 就是因为他眼中有火 面上有光 他是耶稣该的长子 所以他是天生的未来领袖 有很多人忌惮他的长大 总希望趁早消灭他 但是一直不能得逞 是不是 就是一个眼中有火 脸上有光的人 那是被神选中的迹象 所以虽然铁木真遭遇了很多苦难 但是每一次按照蒙古秘史的说法 都是奇迹般的得救 蒙古人这样写蒙古秘史 其实就跟咱们汉人说 这天将将大任于斯人也 是一个道理 铁木真的长大 就是一个奇迹 就是一个神的旨意 但是实际上跟大家说 掌柜觉得就这样一户人家 他所经历的苦难 铁木真所经历的这个苦难 在蒙古那个时期 是所有蒙古人都在经历的 不是铁木人 铁木真一家活得那么坎坷 整个草原当时都在被侵略 他们是亡国奴 所有人都活得很坎坷 故事当中 那些抓捕铁木真的场面 不是针对铁木真的 而是针对所有蒙古人的抓捕 那时候 金国执行的就是这样的政策 抓捕蒙古人充当奴隶 在北京啊 北京原来是金国首都 是吧 在北京 现在其实没有什么 金国遗迹了 后来呢 出土过很多金国的坟墓 在现在北京几个大博物馆里 这些坟墓的出土 都是一个重要的展品 那里面就有很多蒙古奴隶的画面 有很多当时的生活场景的画面 那些画面上有好多的蒙古奴隶 可能这样的事不见于史书 是吧 史书当中并没有说 但是我们现在看到金国人的生活当中 有大量的蒙古奴隶 草原实际上因为没有统帅而分裂了 以前的蒙古破碎了 很多部落投降了金国 为金国当起了那种 为虎作娼的伪军 开始帮着金国抓定 铁木针遭遇的就是这样 肯定不是说因为他脸上眼中有火 脸上有光 而有人抓他 不是这样 而是因为他眼中有火 脸上有光 而有人偷偷的放了他 这才是铁木针没有被抓走的原因 是吧 有些人因为野素该而关照铁木针 蒙古人其实普通的蒙古老百姓 是很有点感情的 很讲感情的 是吧 如果大家去内蒙 就会知道蒙古人很好的 他们离开铁木针 当年很多野素该的手下离开铁木针 是因为什么 是因为铁木针还不够个强者 野素该曾经是个强者 但是和伦母子不是 所以所以布仲离开了他的毛道 投入到太医治无替补 这不是他们 他们背叛 他们不懂感情 这不是 这是规矩 这是规矩 但是一旦有人有个机会 说能够报答一下野素该 我看这帮蒙古人 你看书中写的还是蛮讲感情的 蒙古人天生的是一群羊 而铁木针是一匹狼 以后在狼的带领下 羊会吃人 我们的故事 接着往下讲 掌柜给大家读读下面这一段 第八十六段 第三天 那些带家的人能够跑多远 这是抓铁木针的人说 我们自己的人 把它藏起来了 咱们先搜搜搜自己的人家 于是挨家搜查 来到索尔汉斯拉家里 屋里车子和铺底界都搜遍了 然后搜到装羊毛的车子旁 把车门前面的羊毛拉了下来 快露出铁木针的脚了 索尔汉斯拉说 这么热的天 羊毛里怎么能藏着人呢 于是搜查的人们下来了 从车上下来了 第八十七段 那搜查的人死了以后 索尔汉斯拉对铁木针说 你几乎像吹灰似的伤害了我 现在你去找你的母亲和弟弟们吧 给了他一匹马 煮了一只吃两母乳的肥羊 给了他一张公两只剑 没有给他鞍子和火莲 打发他走了 第八十八段 铁木针从那里出发 来到了从前住山寨的地方 依照草道 说沃南河前行 到了从西流来的 启木尔河河小河的地方 又说启木尔河小河上行 到达别提尔山嘴的霍尔初辉的孤山 和他的母亲弟弟们相会 第八十九段 大家在那里相会了 前往金流覆尔河山前的三顾尔小河 ich lay 河的荷腊之鲁阁的阔阔海子的地方住下来 捕杀吐蕃鼠 野鼠为时过活 一场塌天大户就这样过去了 实际上这里说的是 为了躲避太医吃无提布的追捕 铁木真一家逃走了 他们逃到更靠近西边 远离自己的部落 跑到了森林的边缘 大背景 当时的一个大背景就是 铁国已经结束了和南宋的纠纷 内部开始重新团结 开始进入铁国中期所谓鼎盛的时期 这就是历史上 我们知道铁国历史上的叫士章之治 金士宗金章宗 这两个皇帝当时称为士章之治 金国重新伟大 回到竹岛草原的地位 很多部落都投降了金国 塔塔尔人的早就是金国的盟国 是吧 这个时候克列布也投降了 就是因为克列布投降了金国 克列布的老大接受了金国的策锋 就是从这个以后克列布的老大有了一个头衔 这个克列布的老大就是以前 耶稣该的安达 是吧 耶稣该的安达现在被称为王汉 所谓王汉就是说他投降金国以后 金国封他为王 他既是金国的王 又是自己部落的韩 所以叫王汉 王汉的意思不是他是草原之王 是吧 他只是克列布的老大 随着南部草原 克列布在归降 塔塔尔人归降以后 克列布在归降 蒙古人被打跑了 实际上南部草原就都归顺了金国 随着南部草原归顺金国 以前在草原中间的米尔齐人 现在也当了伪军 蒙古这个词带有 就带有 才开始从这个时候 才带有意义 其实从这个以后啊 什么叫蒙古 是吧 蒙古是指什么 是从这个时期以后 所有不肯归顺金国的部落 在史书当中都被称为蒙古人 这是蒙古最准确的一个含义 其实在这以前 虽然有一些 有一些部落 是吧 我们说蒙古市围 是吧 其实但是实际上 那是一些发音跟蒙古非常相似的部落 但是其实不准确的指谁 我们不知道他是谁 蒙古秘史当中说 蒙古起源于苍狼 那都是就跟咱们中国的三皇五帝的那个 那个说法似的不怎么靠谱 是吧 其实真正蒙古的故事 从这些 从此时此刻 从这些在密林深处的抵抗组织 开始讲起 金国人称当时抵抗金国的这帮人 为蒙古 对蒙古的故事 其实从这儿才康康开始 是从金国经历了变乱 进入适章之治 再回到草原 收拾那些不听话的蒙古人 那些野蛮人 才开始叫蒙古 蒙古开始成为一批人 是吧 但这就好像 这个蒙古这个称呼 就好像咱们 咱们以前称呼北方民族为胡人 是一样的 那个时候的蒙古 不是一个种族 而是指一种态度 他们 他们不一定是一个民族的 是吧 甚至于以后都不是一种文化 他们信什么的都有 但是从金国视角 所有不符王化的野蛮人 都叫蒙古 蒙古这个词 就是野蛮人 就这个意思 蒙古的故事有 有很多种讲法 有极端的爱 有极端的恨 掌柜心中相信 哪有压迫 哪里就有反抗 是吧 这些野蛮人 饱受欺凌 所以以后当铁木针 竖起自己的毛道 他们汇聚成一股钢铁洪流 善良的蒙古人 将要向欺压 他们的人复仇 我又想起一件事情 蒙古的事啊 有时候 头绪太多 是吧 这个毛道 毛道 是吧 成吉思汗有一天 会制作自己的毛道 表示呢 表示不再臣服于 任何一个已有的领袖 毛道在蒙古秘史当中 既是部落的标志 是吧 也是蒙古的军旗 既然你是军旗 就说明你有从属 是吧 蒙古的部落 其实是相互没有从属的 但如果 如果他被认为是军旗 那你就一定有上进 是吧 蒙古的军队 是以部落为基础的 所以部落和军团 是一个意思 以后 你看蒙古百夫掌 千夫掌 万夫掌 都是部落 这个部落的头 叫百夫掌 千夫掌 万夫掌 是什么 这个部落 如果可以出一百个武士 那他的长老 就是百夫掌 连长 是吧 出一千人的部队 这老大就是团长 你的部落出一万人部队 你就师掌 百夫掌 就是连长 是吧 千夫掌 一千个人就是团长 一万个人就是师掌 这都是当年蒙古的编制 跟蒙古人学的 所以有一件事 大家记着 赫俄伦把耶稣该的毛道丢掉了 这是一种象征 就是 就是从母亲赫俄伦这开始 已经断绝了和旧有的蒙古部落的联系 耶稣该曾经是蒙古的军队 代表蒙古作战 代表蒙古作战 他的毛道是蒙古的毛道 已经被赫俄伦丢掉了 那我们再看看 铁木针竖起的第一个毛道 是谁的毛道呢 是蒙古毛道 不是 实际上 铁木针竖起的第一个毛道 铁木针人生中的第一面旗帜 是克列布的旗帜 以后 铁木针还举起过经国的旗帜 他举起过很多旗帜 只是到最后 才举起 九尾白道 宣誓 我是草原之主 不再臣服于任何一个寒 故事还得往下讲 人生总得有第一次面对 蒙古秘史给我们记录了铁木针 人生中的第一站 不是你随便举起一个旗帜 你就能得到蒙古人承认的 而是首先你要证明你能战斗 才有人追随你 这个故事其实给我们讲了铁木针最早一个追随者 也是陪伴他 永远陪伴他的一个人 这就是守木人 伯汉尔初的故事 给大家读读蒙古秘史当中的这一段 蒙古秘史的第九十段 有一天 在家门前 八匹惨白色的扇马 被盗贼看见 偷盗走了 因为铁木针等 西部徒步无马 眼看着被赶走了 别乐谷台骑着甘草黄马 去打猎土拨鼠 太阳西沉 才拉着马 驮着土拨鼠回到家 惨白色的扇马 被强盗偷去了 铁木针说 我去追 别乐谷台说 何萨尔说 你不行 我去追 铁木针说 你们都不行 我去追 骑着甘草黄马 顿着草剂 前去追赶 惨白色的扇马 走了三天 一天早上 遇见一个大马群 一个灵力的青年 在骑马奶色 和他相遇了 就问他 看见没看见 惨白色的扇马 那个青年说 今天早晨 太阳才出来的时候 从这里赶过去 扒匹惨白色的马 我把马的踪迹 我把马踪告诉你 让铁木针 把甘草黄马放了 给他换了一匹 黑记白马骑上 自己骑了一匹快黄马 也未回家去 把奶桶盖藏 在野地里 就说 朋友 你很辛苦了 哎 男儿的苦难 都是一样的 我想和你结为朋友 我的父亲 叫纳乎伯言 我是他的独生子 我的名字 叫伯汉尔出 说着 两个人出发 顿着踪迹 去追赶 惨白色的马 走了三天 一天 太阳行山了 遇见 一个圈子 一圈子的百姓 看见 那八匹 惨白色的扇马 在圈子里吃草 铁木针说 朋友 你站在这 我的惨白色的扇马 在那 我去赶出来 伯汉尔出说 我和你结为朋友 同来 怎么好 留在这 两个人便一同 跑进去 把惨白色的扇马 赶了出来 这是第九十段 下面是第九十一段 后面许多人 远远赶来了 其中 一个骑白马 穿红衣的人 手持着套马的杆子 当先追来 伯汉尔出说 朋友 把你的弓箭给我 我射他 铁木针说 恐怕 你为我受害 还是我射他吧 说着 反身迎战 那个骑白马的人 把套马的杆子一指 后面的人 就陆续的赶来 但是 此时太阳西坠 天色已晚 他们 悔赶不上 落后了 第九十二段 铁木针 伯汉尔出 两个人 骑着马 走了一夜 又走了一共 一共走了三天三夜 快到伯汉尔出家 铁木针说 如果没有你 我怎么能 找回这些马 我留几匹 你要几匹吧 伯汉尔出 不要 他说 我是因为和你是好友 才走得很辛苦 所以帮助你 结伴同趣 我不要外财 我是 纳乎伯言的独生子 我父亲积蓄的财产 尽够我用 第九十三段 他们两个人 回到了纳乎伯言家 纳乎伯言 此时以为儿子走失了 这个替泪交流 一边哭 一边指责儿子说 我的儿你说 你怎么了 伯汉尔出说 我看见这位好友走得辛苦 一同走去 现在回来了 所以又把野地里盖藏着的奶桶取回来 宰了个吃粮母乳的羊羔 给铁木针当作口粮 又给背了一个带绳的皮筒 驮在马上 纳乎伯言说 你们这两位年轻人 此后要好好的友爱 互不相弃 从那里 铁木针又走了三天三夜 到了桑古尔小河的家里 铁木针回来 和俄伦母亲和萨尔和他的弟弟都正在忧愁 见他回来 心里都很高兴 这就是蒙古密史当中 铁木针的人生第一战 这个战役很简单 是不是 甚至于这个 谈不上有任何技巧 一件小事 这样的事 是吧 在蒙古其实不值一提 这就是蒙古的生活 蒙古人的生活 天天有的事 这就是 就蒙古那点事呗 是吧 生活琐事 蒙古密史记录它 不是因为 这是铁木针的人生第一战 完全是因为这个伯汉而出 伯汉而出 这个人在蒙古 伯汉而出被称为守灵人 伯汉而出 伯汉而出 咱们这边 我以前看到的史书 不怎么提他 因为说实话 咱们的历史比较势力 是吧 我们眼中 我们看一个人 首先看一个人的观止 所以 所以在 在我们记录的历史上 不怎么提这个伯汉而出 但是这个人在蒙古 可是个独特的存在 伯汉而出 被承吉思汗称为 不知道恐惧的人 他一生没有观止 他就是铁木针的侍卫 按照蒙古密史的说法 他是最早一个 追随承吉思汗 铁木针的人 他和那些所有的蒙古大将 都做过同事 以后呢 以后人家都离开高升了 只有他 这一生 就是一个卫兵 马上后面说不了几回 咱们就会说 他和穆华黎 一起抢救 承吉思汗的故事 是吧 其实呢 其他人也有很多 在战场上救助铁木针的故事 是吧 以后大家听 这些人 以后都因为救了铁木针 立了功 走了 不止穆华黎一个人 好几个呢 高升了 是吧 就是救了 救了铁木针 以后高升了 其实每一次 博汉尔初 都在场 他救过铁木针 无数次 你说以后 以后因为救铁木针 穆华黎是什么岗位 是吧 而这个博汉尔初 就一直默默无闻 正是因为 一直是铁木针的贴身侍卫 他的所有光芒 都变成了成吉思汗 不可思议的勇敢 反而博汉尔初 没有可以拿来封关的功劳 在我们看来 穆华黎是大人物 因为以后 他是金国的国王 是吧 是方面军司令 而博汉尔初呢 连警卫营的连长都不是 是吧 他是首长的通讯员 但是跟我们以官职定义人的 重要程度不同的是 在蒙古人看来 博汉尔初 才是一个让人羡慕的幸福人 不仅仅是他自己 一生追随铁木针 他这一族人 他们这族人 在成吉思汗死后 就都在蒙古消失了 传说中 他们就是神秘的 成吉思汗灵的守灵人 永远的守卫着成吉思汗灵 生死都和成吉思汗不分开 他根本不是 不算大官 是吧 从我们的视角看 博汉尔初 在成吉思汗的队伍里 根本没有位置 可是竟然 竟然你看 蒙古密室中 给了他整整四个 非常长的段落 来记述这位 伯汉尔初和成吉思汗的相识 而与之相对应的 我们前面 读过赤老温兄妹 赤老温兄妹就只有一句话 对不对 他的父亲还有两段话 但是赤老温兄妹 可是只有一段 可见 这个蒙古人 在蒙古人心中 是个非常重要的人 伯汉尔初 事关 关乎蒙古人的信仰 关乎对成吉思汗的那种崇拜 就是这样 在蒙古人心中 官职不是重要的 他们心中最重要的是 和大汗的关系 如果我们说 如果我说伯汉尔初 这个人非常重要 他体现着蒙古的核心价值观 核心力量 你觉得有道理吗 以官职定义队伍 是吧 大家都是 都是看重官职 这样的队伍 核心价值是什么 是利益 是吧 以和领袖的关系 而定义位置的团队 他的核心价值是 是崇拜 个人崇拜 蒙古就是一个 以崇拜为核心的社会 蒙古人心中 因为崇拜成吉思汗 而认为 伯汉尔初 是个最幸福的人 伯汉尔初 一生追随成吉思汗 子子孙孙 为成吉思汗守灵 陪伴着自己心目中的主人 蒙古人认为 这个人活直了 再没有比伯汉尔初 幸福的人 对这样的蒙古人 真的掌柜满怀敬意 蒙古人认为 要活成这样 这辈子值了 这个时候 伯汉尔初 追随铁木针的时候 铁木针 大概17岁 是吧 这是一个 我们讲 这是蒙古人心中的 一个 一个幸福的男人 讲完这个幸福的男人 跟着掌柜 再给大家讲一个 蒙古人心中 最幸福的女人 下回吧 好了 这一回我们的故事 就讲到这里 下一回 咱们 听掌柜 给大家讲讲 伯尔帖 咱们跟着 铁木针一起 去寻找 那个儿时的伙伴 伯尔帖 咱们